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 我的消息还会有假 不过 你看看对面坐着的 那可是刘云城副甲一方的林家公子 你抢得过他 敢和我抢东西的人还没出事 诸位久等了 宝物拍卖马上开始 逢街高级功法班山诀 传自五行圣地 起拍价三十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万金币 三十五万 我出三十八万 五 四十万 三百万金币 一群叫八子搁着讨饭 居然一点点讨价还价 居然一出手就翻了十倍 还让不让人活了 就是就是 三百万 请问还有客观要加价吗 这 谁能跟林家比啊 我 三千万 什么 应该没人要加价了吧 三千万 直接翻了一百倍 几乎都买下一座流云城了呀 这是直接把林少爷炒饭的碗都给砸了 哪儿来的臭小子 居然敢在本少爷眼皮底下抢东西 若没有人要加价 就由这位出价三千万的公子中标 少爷 切莫成一时一气 咱们今天来的目的 本少爷自然知道 不用你多嘴 成交 哎 散了散了 只有穷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哇 这没意思 诸位请留步 诸位请看 这才是今天的压咒宝物 登天令 起拍价两百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金币 登天令 居然是成叔中的登天令 少主 这是新儿姑娘梦寐以求的东西 咱们若想和成主府接亲 必须搞到手啊 兄弟 啊 登天令是什么 你在逗我吗 凡人想进圣地修行 比登天还难 去年纪在二十岁以下 资质达标修为达标 且通过入门考核 这登天令 是圣地长老流利世俗时 因缘赐下 可以免去以上种种条件 直接进入圣地修行 哇 那照你所说 相当于这个世界的免考通行证了 刚刚一下就挥霍三千万金 这会儿居然连登天令都不知道 看来是个一夜暴富的香巴老婆 来万宝楼商会找存在感来了 刚刚本少爷大发善心 才让你成了一次威武力 这登天令 必是我的囊中之物 五千金 一亿金 我说一亿金 怎么 今天来拍卖的人 都是耳背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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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飞翼可不要放过 哇 长官 好歹象征性走完过场啊 公子 请问怎么结账 我们万宝楼该不接受欠条和分批付款哦 这么多的钱财可不是小数吗 来劳烦掌柜给我一件雅金 我花点时间准备一下 好 这边请 跟上 取摸摸底细 是 公子 您慢慢来 我们的人随时在外等候 哼 碍事的人终于走了 那么接下来 来好好进货了 给你写写 白衣凡 现在拥有穿越两季的能力 哼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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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ona 等 等 要 独立存在 南荒和西荒乃妖族地板 魔族 盘居在万物的魔坑 东川 中洲和北渊 被人族占了 人妖魔三族鼎立 百年来大小纷争不断 如今只是维持着 表面的平静 而人族之中 除了普通百姓外 舞者大行其道 根据舞者修为境界 以及能否伶俐化形的不同 分肉身秘境 以及神通秘境两大境境 肉身七虫 由低阶到高阶 分为脆体境 断股境 内壮境 斑血境 洗髓境 开窍境 子斧境 神通十虫则是 灵力境 灵刚境 灵海境 天人境 皈依境 金丹境 法相境 猎神境 游须境 肚结境 除此之外 骨气的气质 也是在不断的琢磨中 才有了眉目 首先 必须是动植物 才能穿梭大楼 其他东西 一概不具备穿梭条件 纸和笔都没有办法 带过来 带的东西 也有严格的重量限制 平均下来 两百克是极限 相反 若是将大陆的东西 带回地球 则会变成垃圾 好臭 这花子 变成这种恶心的玩意儿 幸好 普及还自带 换装的功能 省去了我不少麻烦 刚刚在万宝楼里 石骨就体会 思聪的快乐 忘了家里 只剩下几个大块头了 得想办法 多换一些才行 小子 赶快 这小子在房间 都待了一天了 怎么还不出来 不急 再等等 我看白衣凡那小子 穿得那么普通 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 该不会趁机逃了吧 是啊 平白无故冒出来 也太可疑了 以前江湖上 都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不等了 进去 纳兰掌柜 还没过年呢 可不行行大礼啊 不知道白公子 金币都准备得如何了 更占老娘的便宜 今天要是见不到钱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嗯 金币嘛 准备起来确实有些麻烦 长官的 别和他废话了 这小子可在耍我们呢 上 有你们 不顾 这个呢 我想你们应该会感兴趣 这 这是龙尾草 传说中 对于外伤病治疗有奇效 无伤者不知 亦可以延年益寿 有价无事的灵草 这个价值多少 做事不够 还有这些 纸上其下的龙尾草 鼻子服用 能容颜永住的蓝绫花 千金难求的五根枝 这些都是世间珍宝啊 一见也就算了 它居然有一筐 这一筐 起码价值两亿斤 这其实是小区里捡的狗尾巴草和烂树叶 大爷 我帮你啊 这年头 像你这么热心的小伙子 不多了 公子 大爷商量 这些礼物 我们万宝楼都买了如何 我曾经过这么多年 头一次有这奇遇 可不能放过这条飞扬 我记得 一颗龙尾草价值四千万金币 若你想照单全收 轮到你欠我钱了吧 我们这儿还有商铺 公子看上什么尽管挑 那我就不客气了 纳兰正规 这些东西我拿走了 你欠我的钱先记账上啊 欢迎再来啊 掌柜的 他拿的可是我们万宝楼 所有亚乡底的宝贝啊 你不懂 这叫长远投资 能拿出这么多天才地宝 反而当成垃圾一样对待的人 能是什么泛泛之辈 小崽子 把功法和登天里都交出来 你我今天就放你一条生路 就凭你们这些废物也想抓我 再早个几百年吧 去死吧 盾地术 走 人呢 幸好 穿梭刺手还没用完 不愧是玄幻世界 杀人越货这般情节 居然这么明目张胆 估计 一天只能来回各穿越一次 看来还是欠缺考虑 在拍卖会大死张扬的同时 没有错一容 估计后面会麻烦不断 看来 得快点学会功法才能自保了 其实之前并不是不想修炼 只是通古大陆的功法 晦涩难懂 根本无从下手 完全看不懂 等等 这是 功法居然变得好简单 原来如此 看来 如果将那边世界的功法带回 学起来 就不被摧毁之力了 这绝世高手 当定了 成功 最近这半月来 我按照班山学勤家修炼 同时 通过地球上带回来的食物 调补身体 净化神速 也许是因为从地球来的原因 我的身体 在通过大陆也发生了净化 刚刚的那一拳 粗组有两千斤碧力 不仅如此 我的内脏已强化了 也就是说 如今看起来 我的身体虽然只有脆体经住门 但实力 足以媲美内撞进了舞者 这样 算是初步踏进了舞者的世界了 但是我的脸 过早地曝光在了拍卖会上 后面必然会有更多基于我的人 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行 救 救命啊 不 放开 狼群 正好 拿你们这群畜生练练手感 小 解决了 好 双侠 好 好厉害 好厉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欠你一份恩情 你虽然武艺高超 但这山里还是太过危险 不如和我们回牧家村吧 那里安全些 那天碰巧解决狼群后 便受到素不相识村民们的热情邀请 哥哥说得没错 你既然没有地方落脚 就去我们牧家村做客 你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正好 我也缺个僻静的地方 修炼班山群 便顺势答应我下来 这几日 我也从脆体镜突破至断骨镜巅峰 但最近 似乎实力增长了速度 没有之前快了 想来是修炼遇到了瓶颈 内壮镜 顾名思义 便是要修炼五脏六腹 使内脏变得强大 哪怕吞下去一块石头都能消化 班山绝上说 使用高级妖兽的内脏 对突破内壮镜颇有帮助 那等回到地球 买些内脏来补补 罗罗 这备好了 可以出发去集市了 一凡兄弟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和我们 一道去集市看看 集市 狼皮 上好的狼皮 瞧一瞧 看一看嘞 野猪牙 又粗又长的野猪牙 放在家里可以镇宅避邪 拿好 这是您的兽皮 多谢 多亏了白兄弟啊 上好的狼皮 全都卖出去了 木铁叔 你客气了 既然都卖完了 一凡哥哥 你带我出去玩吧 我想去那边买糖葫芦吃 等木铁叔收拾完 一起去吧 你们去吧 小心点 早点回来 知道了 一凡哥哥 我们快走吧 木铁大哥 你就如此放心 把女儿交给一个 才认识不到几天的男人吗 一凡哥哥对柔柔真好 赶紧回去吧 不然你爹该着急了 别打了 求您高抬贵手 等等 那是阿爹的方向 上一下 哪儿来的刁民 真是不长眼的东西 阿爹 二叔 住手 你们凭什么打我爹 洛洛 别过来 哪儿来的野丫头 找死 我的腿 一个脆体后气的男人 对毫无武力的 十三岁小姑娘出手这么狠 你是不是人 你算哪根葱啊 也敢来教训老子 给我拿下他 是 现在 我能教训你了吗 不敢了不敢了 大爷饶命 这么年轻就达到断骨精了 为什么当街打人 好好回答 否则下一拳 可就要落到你脑袋上 小雨 住手 他们是城中府的人 咱们惹不起 铁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叔 你的腿没事吧 还是让我来回答你吧 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冲撞我家小姐的坐驾 活该被马踩断了腿 居然还想找我家小姐理论 谁有几颗脑袋 你放屁 明明是他们的马车 时空撞了严叔 我们不过是上前问了两句 他们便直接动手打人 牟利 别说了 这件事 是我们不对 铁叔 大小姐 这件事是我们的错 还请大小姐 看在我弟弟 已经断了腿的份上 饶了我们这些刁民一次 阿爹 城主府的大小姐吗 此古民不与官兜 怪不得铁叔不想招着 既然错了 那便为你们的错付出代价吧 周恒 去把他们的腿都给我砍断 以敬效忧 你 这位城主府的大小姐 竟如此歹毒 毕竟你们失去的 不过就是一双腿 而本小姐失去的 可是游击的好心情啊 周恒 动手 遵命 大小姐 一群乡野刁民 简直脏了我家小姐的眼睛 去死 滚 什么 你没事吧 没事 雨哥哥 哪里来的靠小子 敢跟本小姐作对 你居然一起就将我的宝剑击碎了 该死吧 太强了 没见识的箱把佬 这盔甲可是城主大人赏赐给我的 刀枪不入 任凭你再厉害都无法记 小大你没事吧 开了眼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城主府的统领区别呢 小声点 当心被打 滚开 我定要亲手宰了这小子 是拳 这是什么 果然是香野刁民 居然连武器都不知道 爷爷我可是搬血竟出气 戏穴外放难道还拿不下你一个断骨镜的小子不成 如果比我高两个竞争还就这条水平 你实在是 说报 他 他连武器都不会 为什么会这么强 宇哥哥 你没事吧 叔叔 放心吧 我没事 看来我来自地球的肉体 在这个世界 也是神体一般的存在 我的实力 早就超出这个境界数倍 没用的东西 来人 去城主府调兵 把这群暴民抓起来 统统地关进地牢 是 大小姐 糟了 若是官兵来了 我们全村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那城主府的地牢 听说进去的人 压根没有一个能完成地走出来 蓝大小姐 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当街马踏平民 草菅人命 滥用官权 这燕国难道已经一主 改成你们蓝家人了不成 是说老人 那蓝掌柜 那蓝掌柜 你这话什么意思 蓝大小姐当街马踏平民 乃我亲眼所见 难不成还想抵蓝 白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纳蓝掌柜不必多礼 一凡哥哥 你们认识 刚刚听人说 这个漂亮的大姐姐 是万宝楼的掌柜 那可是流云城最大的商楼 一凡哥哥 怎么会认识这样的大人物 真是没想到啊 堂堂纳蓝掌柜 居然会认识一帮刁民 真是开了眼了 民乃国之本 蓝大小姐身为流云城大小姐 却整日称呼百姓为刁民贱民 不知道此话传到王城中去 会不会引起飞影 纳蓝蓉 你这是在威胁笨小姐 威胁谈不上 但若是今天你想带走他们 须得顾我们万宝楼这一关 万宝楼乃我燕国第一商会 敌云强大 高手如云 若是贸然得罪 只怕后患无穷 既然纳蓝掌柜 肯为这一帮雕 百姓求情 那本小姐就破例放他们一次 我们走 是 太好了 今天还得多谢纳蓝掌柜了 举手治劳罢了 来人 李穆家村的兄弟们到客房查看伤势 是 各位 请随我来 劳烦姑娘 一凡哥哥 嗯 这个有钱的漂亮大姐姐 为什么会救我呢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嗯 这个嘛 严格来说 她欠我钱 啊 她欠你钱 恭喜白公子突破断骨镜 公子这个年纪就到了断骨镜 刘云城的历史上怕是还没出现过 别说了 今天要是没有你解围 我恐怕还没法同时带走那么多人 不过 奴家倒是好奇 您既然能随手拿出那么多龙维草 又怎么会藏身乡野 和一群村民混在一起 纳蓝掌柜 送你一句话 该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 这不该知道的 少打听 是 啊 说到龙维草我想起来了 纳蓝掌柜 上次你好像还欠我三百一十万斤吧 也不知道凑齐了没有 这 还差一些 不过 我们最近新到了一批货 白公子要不要看看 有看上的 直接拿走便是 嗯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记得方船和那城主府的侍卫统领交手 他施展的拳击武器 是拳 有武器吗 这边是万宝楼新到的所有武器 白公子可任意挑选 穿山 黄街低级武器 这是一门执法 炼制小城能够贯穿山石 逛 这是黑沙掌 黄街中级武器 此掌是从南荒传过来的 修炼石需用到南荒特产的黑沙 麻烦 过 这武器名川花省 以硬柔快力著称 太娘啊 过 那么 又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这部影拳 是我们这里最贵的一部武器 黄街顶级 黄街顶级 这才像话 这黄街顶级的武器想要入门 就算是天才 也有两三个月不练 一凤哥哥 你终于出来了 柱柱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让你在客房休息吗 我担心你 就出来看看 宇公子和柔柔妹妹的感情真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亲兄妹呢 简直是小跟皮虫一哥 对了 柔柔 这个你拿去穿吧 这是 送给我的 是啊 柔柔妹妹 这是白公子特意给你的 剩衣服挺漂亮 也一并包起来吧 公子好眼光 这件火袖流仙裙 乃是上好的岩蚕丝制成 不仅精美美观 还能蜗养清脉 暖宫义婴 送给女孩子 再合适不过了 谢谢一凡哥哥 不客气 白一凡大哥 纳蓝掌柜 严淑他 你们还是快去看看吧 蔡大夫 情况怎么样 病人下半身 经脉巨端 这双腿怕是保不住了 想再行走 怕是不能了 阿淑 蔡大夫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能保住命 已经是万幸了 怎么会 岩叔 岩叔 除非是传说中的大能出手 亦或是神药现世 才有一线生机 可这世间哪有什么大能 又上哪儿找那么多神药啊 或许 还真有 真的吗 终于到点了 今天这个破班就上到这儿了 等等 天都黑了 一凡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我回来了 蔡大夫 你看这些药材勉强能用吗 这 这是 碧血麒麟花 地藏百虫草王 引灵七星叶 这些可都是世间万金难求的灵药啊 不勉强 不勉强 保证 保证药到病除 活了那么久 还是头次看到那么多灵药同时出现 嗯 那便好 一凡哥哥 你的手怎么了 这个嘛 红花三七马前子 还有什么能治疗腿伤的 我都要买 喂 我这可不是 啊 可不是感应门啊 一时情急 回到现在还以为身体依旧是断骨镜 二叔 都说了让你多休息 你怎么又下定了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现在我这腿跟石头一样坚固 你就别瞎担心了啊 对了 你的一凡哥哥呢 他打猎去了 说是病人要多补充营养 还神秘兮兮的不让我们跟去 拳 驾 痛 这瘾拳 的确有点意思啊 啊 终于结束了 那蓝柔曾说过 黄街顶级的武器晦涩难懂 想要入门 即便是天才也要经过三个月苦练 但经过地球的简化 这复杂的秘籍早变成傻瓜似的讲解 他要是知道 我如今已经瘾拳圆满 还突破到内壮精后期 估计能惊掉下巴 不过 为了突破内壮 已经狂吃了好几天动物内脏 那味道 可真是必胜难忘 一凡哥哥 今天也是你最爱的猪肝鸡脸鸭肠腰花蛇胆汤 暂时弄些野味 给严淑补补补就回去吧 对了 再摘点椰果子 硕入那丫头最喜欢 谁 先来了 就别躲躲藏藏呢 出来吧 小子 竟然被你给察觉了 那就别怪我们等一下不给你留个全尸了 是城主府的蓝大小姐派你们来的 这你别管 总之有人出高架买你的命 杀 杀了 一个内壮出气 两个内壮出气 还有三个断骨镜巅峰 欠满下 成绩的下室 不过算算时间 术术也快着急了 就不陪你玩了吧 武剑 你居然会武剑 情报上明明说 你不过在断骨镜 不会任何武剑 咱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情报有误 以他刚刚出现力道 完全可以镇随我们的内脏和骨痛 却故意没下杀手 竟然能精准控制力量至此吗 说 雇主是谁 说了就给你个痛快 却道上打听打听 我们暗杀门可是流云城内最大的杀手组织 我们死都不会出卖雇主的消息 干脆掉地杀了我们吧 没想到居然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 那我也不难为你们暗杀门是吧 我花双倍的钱买雇主的命 这生意干不干 暗杀门可都是专业的杀手 绝对不会被收买 是吗 除非开的价钱实在拒绝不了 如何 大人放心 暗杀门保证 白云城内不会再有杀手赶做您的生意 至于雇主 请宽佑我们时间 任务成功再向您赴命 嗯 去吧 无论你是什么来的 想杀我 那便先尝尝黑吃黑吧 不过 还是得想办法再买几部武器才行 起码也要突破班写进 在流云城才能横行霸道啊 纳兰柔那个小技战 居然为了几个宵夜刁民与本小姐结巢 是真当我成卓府不敢动他望宝楼吗 嘿嘿嘿 我们鲜儿时的大铁自然不和那刺甘堕落的纳兰柔计较 小心别气坏了身子 看 这是珍宝阁最新款的金簪不摇 我命人排了好久才去到的 戴上就别生气了 这还差不多 等等 那是 怎么会是他 林云凯 你这个废物 不是说好要替本小姐杀掉那个刁民吗 他怎么还活蹦乱跳的出现在这里 什么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专门钩的专业杀手 不可能失手啊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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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就指望不上 你根本小姐亲自来收拾他 诶 兴儿 别动那么快 诶 等等我啊 武器 公子前阵子不是采马了一部黄金顶级武器吗 怎么又急着要新的武器 这个你就别管了 毕竟我现在除了钱外 一无所有 嗯 好 不过也巧 保罗昨日才进了一批新货 正要上拍卖会 这本黄街高级的飘续布是身法武器 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那兰掌柜 事后若再有高级武器 不用上拍卖会 我全要 要 你个乡下来的穷鬼 在这儿口出什么狂言呢 那兰掌柜 这个人今天看中的东西 本小姐全要了 无论他出多少 本小姐运出三倍的价格 卖他不痛快 不好意思 兰大小姐 万宝楼自打开门做生意 规矩向来都是 价高者得 什么 难道这个刁民出价还会比本小姐高 开什么玩笑 他要是付得起 本小姐今天就当中 从万宝楼爬出去 此话当真 本小姐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在场这么多人都可以作证 不过 若你付不起 就给我跪下 天本小姐的鞋 既然如此 那兰掌柜就 其唱吧 好的 公子 我迫不期待想看一出好戏了 等等 那不是万宝楼最尊贵的祥云令吗 祥云令 那是什么 很厉害吗 祥云令 是万宝楼给特殊顾客专设的令牌 代表着地位的至高无上 若是其他商会里有看入眼的宝楼 持有者便可发动祥云令 不参与镜牌 直接收入囊中 最重要的 祥云令可以在万宝楼无限制社长 刘云城两千段爱人 能拿到此窝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什么 什么 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来到 万宝楼竟然如此高看他 事实上 几日前在万宝楼治疗完木炎书时 陈公子 刚刚那些至上的药材 拜托你也好心卖一味给我们吧 纳兰掌柜 要不要我提醒 你可还欠着我钱呢 这祥云令 乃有万宝楼最尊贵的信物 我以子物来换取其中 一味药材 可否 祥云令 有什么作用 你且先说来听听 怎么可能 你 你怎么会有祥云令 死物离我跌倒 刚刚蓝大小姐 是要出三倍价格是吧 我可以出三十倍 三百倍 三千倍 蓝大小姐 若拿不出更高的价格 你可以开始爬 我 你有看见我家馨儿吗 那是谁 就是美热天仙 魅力满满 漂亮还气质独特的 咱们城主府大小姐啊 城主府大小姐啊 漂不漂亮我不知道 气质确实是挺独特的 不愧是大小姐 一言计出四马难追啊 大小姐再快点 不然你天黑了 馨儿 可恶可恶啊 那小姐什么时候 受过这种欺辱 蓝大小姐 若你认为我白衣凡 是让人捏扁错缘的软柿子 那你的算法就到此我了 我白衣凡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若你再敢犯我 有此 好了 戏看得很过瘾 再见了 给本少爷闪开 馨儿 你没事吧 林云凯 我改主意了 我又让他 生不如死 他就是白衣凡 不然呢 你知不知道这个浇明刚才是怎么羞辱我 你要是做不到 咱们的回事就算了 对呢 馨儿 他 他就是一个月前 抢走半山绝和登天令的那个神秘人 你说什么 我执你一心想进入圣地修行 才想着拍下登山令讨你欢喜 没想到 却被他半途截狐 我也曾派人去跟踪他 却被他使迹逃了 自此 下落全无 启离少爷 你人身法鬼诀 属下半事不力 被他逃了 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不行 我得赶紧地把这件事情告诉爹爹 还是自己的床睡得舒服啊 昨天才新买的飘续布 共有一百零八种变化 原本的确十分复杂 但经地球法刺简化后 才一夜 已经全然掌握 以影权之力度 再加上飘续布的迅速 如今就算碰到搬血镜顶峰无整 我也能斗上一斗 好了 在下楼去采购一些修炼资源 便回去吧 一帆 你在家 为什么微信不回消息 刚刚敲门也不开 郭 郭姐 抱歉 刚刚我在卧室睡觉 实在没听见 糟了 我们这修炼 居然忘了今天得交房租了 别以为糊弄过去就行了 说好的月底结清房租 钱呢 我错了 钱 这些我先给你 我还要留两百生活费 下个月 我一定补钱 我说一凡 你怎么回事 就是去端盘子 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 你这么壮实的小伙子 怎么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这个嘛 白天在一时间忙着修炼 只有晚上才回来赚点钱 自然挣不了多少 拿着吧 两百块在航程 你要怎么回啊 先拿着吧 下个月要补齐啊 谢谢郭姐 你有一个订单 还有十分钟中时 在一起吃喝不愁 灰情如土 一回到地球就被打回原形了 要不试试富贵险中求 喂 爸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你等我 我马上等 赵氏司机抓到了 酒驾 没有保险 现在连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 亲戚朋友也全借了个遍 可后续治疗费还差三十万 也不能保证他能醒过来 小凡 是爸妈对不起你啊 爸 别这么说 咱们是一家人 生日 我来想办法 小凡 真是马上专条西出的 恶运专条苦命人啊 放开我 别让他跑了 快抓住他 放开 不想挨打的话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要不然有你好看 别乱动 住手 一群人渣 在这欺负一个女孩子 我的腿 兄弟们 给我上 是 是 鸭蛋 这女人身边的保镖 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 怎么又来一个 去死吧 很好 跟之前的预想一样 我在一阶的修炼等级 虽然没有彻底的对等转换过来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这副身体 早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无论是抡击度 还是抗击大能力 对比之前 都大有所剩 太大了 既然在不到三分钟内 陆续期待我们七个训练有素的兄弟 这是什么恐怖的战斗武力值 结束了 什么时候 不行 和这个人对战 完全就是一乱击石 毫无生酸可能 是 喂 你应该没受什么伤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这些人盯上你 但还是快点回家吧 等等 真的 那个 谢谢你 不过 你能送我回家吗 我 抱歉 我还有外卖要送 超时要扣钱的 害怕的话 我可以现在替你报警 等警察来了 送我回去 给你一百万 还上个球的班 小姐姐 你家在哪儿啊 抱歉啊 白亦凡 让我先回家里人报个平安 应该的 什么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要是荣荣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全都原地自杀吧 大小姐 大小姐 我们一定会找到二小姐的 姐 荣荣 你好 初次见面 我叫白亦凡 我回来了 姐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乱晃了 平安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姐 好了 乖 不哭了啊 事情的经过 我都知道了 感谢你救了我妹妹 不嫌弃的话 我想宴请你一番 用不着那么客气 宴请就不必了 就是 你妹妹答应会给我一百万 作为酬金 这个承诺 什么 她居然说要一百万做酬金 那个 但我没说 果然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算了 本来就是路见不平 一开始也没指望要什么报酬 而唐琪和妹妹的命捐才只区区一百万 你实在侮辱你自己 还是瞧不起你 瞧我 啊 姐 快慢慢 这里面是一亿 啊 绵薄之理 就当我们唐氏集团的一点心意 等等 唐氏集团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 市值超过五百亿的唐氏集团吧 没错 不过这点钱远比不上你为我妹妹做的 我们唐氏集团还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开 不必等到日后 现在马上立刻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成吗 放心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已经请到了国内外这个领域内最优秀的五位专家 过来研究手术方案 想想阿姨很快就能康复 美娟 坚持住 很快就能好了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父母过世得早 我也只有这一个妹妹了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希望她有事 唐姐 这次的事情多谢你了 你们才是真的帮了我大忙 回头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白衣凡出力的地方 一定尽力 倒还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你能不能抽空训练一下 我们唐氏集团的本标 老大 请请教授我们格路技巧 等等 训练 实不相瞒 不久前我曾派人去调查 那些对蓉蓉下手的人 我猜得没错 就是商业队家过来的 目的是打算以此牵制唐氏集团 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意外 那些被你打倒的专业打手 至今还躺在医院里 无法恢复 似乎还留下了心理阴影 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 但能不能指点一下我们的人 让他们提升 这 这个嘛 其实主要还是实战经验 再加点技巧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嘴多半个月 也会支付您相应的酬金 至于价格 您可以随意提 真不愧是做生意的商人 完全不给我拒绝的余地啊 行 我尽力吧 但可不保证 一定会有效果 那就说定了 我来安排时间 保证不会耽误太多 你的私人生活 正好 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陪陪老妈 等还上这个人情 就真正的两目相牵 就这样 对方如果出拳 可以迅速攻击他下盘 就这样 我在堂市上了半个月的班 美娟 你终于醒了 我 这是在哪儿啊 治疗方案定下后 母亲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也再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多吃点 才有力气康复 好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吧 这边的事情都料理得差不多了 你该回去看一看吧 完了小半个月没回来 不知道铁树和弱弱他们 回牧家村之后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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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哪儿 白公子 纳兰掌柜 你总算回来了 我们一直在等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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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哥 痛痛痛 你轻点啊 对不起 谁 铁树言书 是我 一凡 一凡 你回来了 一凡 是一凡回来了 铁树 看见你们没事 真的是太 是 怎么回事 铁树 你的药手 还有打枪 没事 只是手段了 幸好大伙都还有命不是吗 等等 若若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若若他 疼 若若乖 要清洗伤口换药了 换了药好起来 就不疼了 好 这是 我 我不要上药 若若 你冷静点 哪儿 worked 冷静不了 一帆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命算是保住了 只是 这烧伤太严重了 全身上下 几乎都没有一块好皮 貌美如花的小姑娘 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 不知道下半辈子要怎么办啊 谁敢他 碎魁祸首室 凌家 还有成猪腹 说吧 今天什么事 蓝伯父 小侄没什么事 就是命人收集了几箱灵石 想要送给蓝伯父 是我作为晚辈的一点心意 这些灵石品质不错 你用心了 亲耳看人的眼光不错 是个好孩子 伯父你喜欢就好 上赶着巴结我父亲 白衣凡那小子呢 怎么过了那么久 还是没找到啊 不是说要替我 挫骨扬灰出口恶气吗 就这么点能耐啊 秦尔 消消气 消消气 秦尔 羞得在胡闹 白衣凡此人凭空出现 残力雄厚堪比帝国 之前我听卡尔所言 他甚至还可以挤压暗杀门一众高手 反向买通实力莫测 玉琴此人不可操之过急 爹 好了 你在万宝楼所受之气为父知道 我已让卡尔带着人马 将穆家村屠村 也算是为你出了口恶气 你就别折腾他了 不过我们最后清亮尸体的时候 发现穆家三十七口贱民 还有十余口不见踪迹 也不知剩下来的人究竟去了哪儿 莫不是被人救了 那就全程下通缉令 穆家村余孽和那个白衣凡 挖地三池也要给我找出来 是 事情就是这样 我在流云城算是有些人满 得知了城珠府要动手图村的消息 于是便立刻安排了一些人手 可惜兵家下手太快 等我的人赶到 整个村子一家 是 危险 危险 房子要倒了 自己给别 还有一个人被救出来 可恶 居然连婴儿都不放过 快快 这个人还有气 可恶 若若当时躲在女刚之中逃过一切 但也因为火炙 是他们宫中烧生最严重的 以我的能力 只能做到如此了 纳蓝掌柜 这个恩情 我白衣凡记下了 白公子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杀 不行 城珠府和林家都有班续剑的舞者 而且还不止一名 那城主兰前 实力更是达到了肉身五虫洗髓镜 五码都不能分其失 而且据说 他还有一件高级法级棒身 你杀不了他 我虽不喜杀戮 但若谁要杀我亲友 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 肉身五虫又如何 我偏要宰了他们 不过在那之前 要麻烦你照顾他们一阵子 现在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黄铃 川雄 黄柏 冰片 香油 我说小哥 你家是有什么人烫伤了吗 怎么最近来买的 都是烫伤类的药材啊 只有你就别问了 好嘞 您慢走 虽然是位大主主 但总是神秘兮兮的 可真是个怪人 一帆啊 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去旅游吗 你们放心去马尔大夫吧 钱的事不用操心 台里还有五十万 都是我当教练挣来的 够你们在那边玩上半年 妈的病刚好 正好你陪她去散散心 一帆 孩子长大了 有她自己要做的事情 咱们做家人的 应该是孩子永远坚实的后盾 而不应该成为阻碍她前进的负担 来了 大晚上的谁发这么多消息 郭姐 我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 拖欠的房租已经补齐 直接转你微信了 余下的钱 就当我提前支付之后的房租 之前的事 真的多谢你了 没看走眼 还算是真赌败 能提前支付房租 看来是找到工作了 不过 该不会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下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吧 等等 十万 这臭小子到底去干了什么 蔡大夫 这些药材真的会有效果吗 如果按照上古秘方来说 是不会出错的 只是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是怎么这么快 就凑到传说中 神龙剑手不剑尾的十味药材的 快吗 我倒是还嫌慢了 骨剑能带的重量有限 这些天 只能一趟趟的来回筹备 可恶超重 还得再小一点是吗 大蓝掌柜 我们来了 但是这其中一味药引 就价值连城 白公子对朋友之意 真可谓天高海深啊 药已经做好了 交给你了 放心吧 一帆哥哥 我 我真的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 相信我 等你好了 我给你买十件好看的裙子 你不是最喜欢穿漂亮裙子了吗 嗯 柔柔 你 怎么了 一帆哥哥 我 我真的 恢复了 不好意思 我因为真的太吃惊了 才打碎了镜子 弱弱呀 我这把老骨头被你吓得 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叔叔 变得比之前还要漂亮了 谢谢一帆哥哥 新西科龙尾草独自闯荡江湖 身后还有手不进的灵妖宝库 它究竟来自什么地方 纳兰掌柜 这些龙尾草 算是我给你的谢的 另外 我这里还有一事拜托你 工资请收 请把万宝楼所有的高阶武器都拿出来 还有 我想要选一个地点闭关 越快越好 不够 你尽快提升自己 我与那洗髓精的蓝血 整整插着一个大禁忌 要尽快拉小插去才行 再来 猎羊蝉 够 这些 远远不够 我说掌柜的 你到底给了它多少不无忌 它这样没日没夜地练下去 真的不要紧吗 还有 我不是我老眼昏花 居然将高级妖兽的血 当水一样喝 蔡大夫 江湖上的事情少打听 他现在拿出什么 我都不吃惊了 暴雨阵风 月斩 我终于突破了 瘦身似 万喜境 终于突破了 白公子 你真的是太强了 居然只用了半个月 就突破至班续境后期 这些日子 多谢纳兰掌柜了 我马上就要行动了 如果明天早上我没有回来 还请你护送弱弱和铁夫他们出城 彻底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公子稍候 请公子收下死物 就是 这是一张蓝牛斧 使用过后 可以提升武者最大的力量 另一张是护身斧 用于防御高强度攻击 他们更能维持半主相 刻住公子一臂之力 还有这把斩杀剑 乃燕国剑谱十大名剑之一 据说 有护主之能 我特意从其他坟楼调过来的 可供公子使用 多谢纳兰掌柜费心 这期前我会 不必 凭水相逢 白公子愿意舍命替木家村人报仇 纳兰柔敬佩之举 也同样愿助公子 一臂之力 唯愿公子得偿所愿 凯旋而归 那便多谢了 这份情 一帆记下 就是这里了吧 什么人 林府中地 闲人 这小子 好快的速度 我是取你们狗命的人 复仇 开始了 爹 你放心 我很快就能取到新儿了 嗯 好好好 只要和城珠府攀了亲 日后这流云城 还不是我们林家的天下 哈哈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林大傅的儿子 真有出息 什么争议 啊 嗯 是谁 快出来 也敢来我林家斗乱 老爷 救我 白一凡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林公子 哈哈哈哈 好你个白一凡 本少爷还想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今天我便擒下你 送你仙儿亲自发落 看拳 呀 醒我 就你 我的手 你 你居然敢听断我的手 哼 什么时候突破到斑雪庆后期了 哼 我不仅敢弄断你的手 还敢弄断你的腿 凑你一个好事成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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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儿 啊 啊 爹 快逃 去找撑住来 啊 啊 啊 好 啊 凯儿 你撑住啊 哼 想逃 啊 是不是有点晚了 啊 呃 你 呃 你不能杀我们 啊 为何 木家村之事 是我父子二人 奉城主之领做的 呃 你若是杀了我父子 城主大人 也绝不会放过你 哦 对 我和仙儿亲定下回院 算是蓝城主的半个女婿 等我和我爹试一下 爹 试试便试试吧 你 你居然真的敢 白白 你别杀我 我 我 我愿意把整个凌家 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 求求你别杀我 凌家的财产 呵呵呵 真是笑死我了 怕你们凌家打包卖了 能值几个钱 一千万金币 还是五千万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 也不怕告诉你 我随便拿出的一味药材 就价值几千万 甚至上亿金币 你说我看得上你们凌家 这三瓜两枣吗 这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你饶了我 不要杀我呀 不必和我道歉 若真心悔过 就和你爹一起下去 为穆家村死去的人赎罪呢 接下来就是 城主府 谢将军 袁将军 爹爹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这么兴师动众的 见过大小姐 应该是抓朝廷侵犯 啊 捉侵犯 那你们怎么不去啊 城主大人让我们留守府内 以防万一 行了 那你们留守在外院吧 有事我会叫你们 是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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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哈哈 我城主府有四大将军 个个都有奔洗净 爹爹更是洗髓净的存在 哪个部长演的敢袭击我城主府啊 只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呢 小姐 奴婢子好您休息 今天您喜欢哪件潜衣 这件衣服怎么还摆在这儿 林公子说了 这件是价值连城的宝衣 若若若那个小贱人 给我舔鞋都不配 他那衣服有什么好的 也就是林林凯那个不识货的男人 当个宝贝似的献给我 赶紧的给我扔掉 扔掉啊 看了我就心烦 是 沐家村那一群剑民 想起来就只会引起 本小姐的胜利不适 还有那个白衣凡 抢走了属于我的登天令 如果下一次再碰到 我一定要亲手砍下他的狗头 继续 继续